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得就是怎么讲 就是对于堕胎啊这些等等的东西 你的后果你该了解清楚之后 你做了选择 那我就觉得守不守真是一个 就我都尊重 那么我再问你 在你的观念里 什么叫真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指的是处女吗 还是指的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吧 我比较觉得是心里面的一块 心里面的处女 对所以如果一个男生让我已经动了心 那基本上我觉得你已经请 如果你到最后就 就已经失真了是吧 对就是你到时候如果就是 怎么讲 结果很不好 或者是你就是把我 又一种很不道德的方式抛弃 基本上我已经觉得 你已经侵犯我了 就是你真的侵犯我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最最难的的东西 就是说 偷了你的心 就是偷了你的真 对我来说是这样 这个观点挺牛的啊 没有我觉得这个这是男人跟女人之间 有一个鸿沟很难去跨越 因为逻辑上面这对男人来说蛮惨的 比方说追求 你现在可能对我完全没感觉 对 然后我要来 不要回答那么喜欢 是 OK 但是 当然 让我们说 不人看电视 马上就对了 主持人爱接茬你 是 是 暧昧 有点暧昧 OK 然后我来追你 坦白讲 我来追你 然后我千方百计 把你追到手 是 我也是认真的 我没有玩弄你 我觉得跟你做了几档节目 我觉得你的给我的感觉 比刘文涛给我的感觉好太多 没错 他老爷说是吗 老爷说是 好 你说凤凰还有个女主持人 上次是什么 你们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也是 主持人他习惯接茬啊 他在那连线 那边台湾记者报道 我们这楼塌了 好 死好几个人 好 OK 那我讲完说 我现在来追你 OK 我很认真的去追你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把你追到手了 那追到手之后 坦白讲 我才发现 原来没有那么美好 原来我们很多长处短处 不太吻合啊 不好的 那我就放手啦 拜拜啦 又停这样 那OK 那难道我这里就是欺骗了吗 对 这个我绝对可以接受 没有说任何感情 一定是要走到最后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有 有真的是想过 因为男生有时候 在追求这过程 完全是荷尔蒙在控制自己 就是因为我得不到 不管是心或人 要吗 就先有一个 两个都得不到的时候 特别让他们兴奋 我觉得 就特别圣上线 特别懊恼啊 对就像狮子 看到一个猎物 不行 我就是要先拿到 好不好吃 再说先拿到手 这个心情对我来说 你怎么比我还了解 我觉得 就已经是某一种的 不尊重女人 就是你没有想到 就是毕竟她还不是猎物 你应该要先想到 她会动心的一个结果 你这个结果没想到 你只想要这个process 你想这个过程 你只是成一个守心之风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结果 第一个没有人知道 你追的过程中 你得到的啊 我可能追到你之后 觉得又婷真的不臭 我愿意为了你抛弃 把家庭抛开了 这样 我可能的嘛 我可能就是非常可能 当然 那可是说后果到最后 还没有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 我在追的时候 你说什么 为了荷尔蒙 什么想好像抓一个猎物一样 我觉得什么理由都有 你有些理由 你不愿意面对的 有些理由你面对了 你不愿意承认了 相对女人也是嘛 女人也是嘛 女人被愿意接受一个男人追她 可能也不一定是喜欢那个男人 那马博士 我再给你请教一个问题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啊 你认为什么是追到 这个到啊 对 是得了什么 你会感觉债女的 我追到了 追到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定是上床 这时候他愿意跟你很交往 而且是有个英文叫commitment 承诺 那个承诺不是说 这才哪到哪 这才这就到了 对不起 那个承诺不是说一生 不是一辈子 就是说他会有一个 觉得说跟你来发展一个关系 然后大家会把最起码 应该扮演的找说 他的责任 比方说一起来陪你吃饭 让你高兴 我写过一篇小文章 在网上微博啊 被很多人传的 这证明很多人认同这个观点 说什么 那文章就写 什么就在意一个人 在意一个人 就是说你在意他的感觉 在乎他的感觉 但我想到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会不会不高兴 假如你完全没有这个 在乎在意的话 那坦白讲 那就没有这个关系 没有这个爱 或者说没有这个情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 假如我能够让又婷啊 今天做完节目之后 很在乎我的感觉 那表示我追到了 刚很明显我失败了嘛 但回答的非常爽快 对没进去 这还是gentleman 对这还算gentleman 对我发现你们俩谈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重视精神的 对吧 跟我们河北人谈这个问题 就不一样 河北人是非常实在的 你知道吗 而且呢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 燕照就是出英雄儿女 我就现在发现我们河北的女大学生 这个可喜可贺 在发动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 可以用照片来看看 引起社会各界的这个热议 你看啊 大学之道 这台湾人也说这个 在明明德 身有上一亲忧 德有上一亲修 这身有伤指的是什么呢 好像就是说你要婚前发生性行为啊 是不是身就有伤 德就有修 对吧 你再看下边 看啊 大学生拒绝婚前通居 远离堕胎陷阱 你再看下边 好 女同学们再签名 现在就有人搞运动了 说河北经贸大学有一个大三女生 就是好家伙以个人名义发起 说同学们姐妹们 咱们要签名 是吧 不能让男孩子们这么得逞 对吧 或不是他觉得这样不好 对吧 他说呢 他们就是说啊 现在要号召反对婚前同居 反对婚前性行为 这叫守真 其实这也是世界上的一个运动 要守真 然后大家都在签名 问题是校领导呢 也跟进 就是说啊 如果发现比如说有堕胎啊 或者还是什么婚前同居的这个啊 我们要劝退 有的学校都做这种表示 说是支持同学们 但是呢 社会上也有一些质疑 就是说 哎 你你你 我要说的 虽然我 我觉得女生的意识抬头 我一定是支持 但是我说 就算真的不同居 难道就等于不会躲胎 不会有性行为吗 这绝对不是 没错 等于的 所以我觉得学校说 我们这都是两个极端 就是我要同居 跟我完全限制校规 不同居 我觉得都不是防范 或者是让男女关系 变好的一个办法 绝对不是 只是说有这个意识是好 但是我觉得学校之间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男女之间 同居之后 你发生性行为 你到底是不是愿意的 或者是你知不知道 你发生性行为之后 你怎么避免 你不要怀孕 或者是你怀孕之后 你要堕胎 你知道对你的人生 或对你的身体 造成说 不不不不 这么有A有B有C的 这种后果 你的这些教育 到底谁要负责 是社会 是学校 还是说家庭 你应该要从小教授 他说你要怎么样 尊重你的身体 而不是说 就是堕胎 而且堕胎 难道就要被歧视吗 我觉得这都 这是太多问题了 我觉得不是倡议 就表示道德最高 是 所以呢 这个我跟你就不同 我支持女同学们 她们要这样做 我觉得我可以支持 而且我很愿意 去监督她们 因为我觉得 你愿意测试她 因为我觉得 同学们决心很可贵 对吧 但是难免 必定会有个别女同学 守不住 对吗 那个时候 我的作用就出来了 对吧 我就可以安慰她 不用再自责 是吧 这种事不比别的事 是吧 就像说战士坚守阵地 守得住光荣 守不住也光荣 因为这个 怎么说呢 兄弟 你有我手机号码 要帮忙的时候 通知一下 大家以后 枪枪是在河北路了 对对对 我们支持 我老乡了 我老乡了 我喜欢我们河北的女孩子 都真结 我也喜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我先讲点正确的观点 不也不 我代表正确 我就说啊 这个通常 这个大俗套 就是讲这个 就是说这是个多元性的世界 对吗 过去说是强迫女人守针 甚至是说呀 这寡妇 男人摸了你的袖子一下 都得把胳膊砍断 那个就是封建腐朽的 就不人道的哈 但是现在世界出现了另一个情况 就说既然怎么玩都行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呢 有些人把洁身自好 当成一种个人的爱好 这也是一种价值 比如说 像日本有个女的 我记得就写了一本书 叫真操 她说我倒不是说 非得为了男人 满足男人占有欲 或者什么这种处女魔情节 她说我就喜欢 没有这个性生活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这样 我觉得我身体很清静 你知道就连那个Lady Gaga Lady Gaga最近宣传艾滋病去了 她不只是宣传预防 宣传艾滋病 你都想不到Lady Gaga 打扮成那么样一女的 她都说 她说其实我觉得女孩子 不要老搞 就是不要老发生这种行为 她说我自己就管得住我自己 反正女孩子也经常打不倒高潮 她说我觉得这事没什么意思 这个每个人有她的选择 前一阵子去世的伊丽莎伯泰勒 他说为什么他结那么多次婚 他讲过一句名言 不晓得是真是假 他说我只跟结了婚的男人上床 所以当他比方说爱上文韬 他就跟你结婚了 才跟你上床 这里也是一个增结的观念 这也是一种真操 对 假如他讲是对的话 那收回这群女孩子 我非常尊重她们的选择 为了不同的理由 我倒是觉得背后会想一些问题 包括说有时候蛮同情她们的 她们是主张说 不要婚前性行为 那婚前没有了 然后我们都一般都 统计数字都了解 通常结婚之后 七年之后 你就不会有新生活了 等于是说 他们要知道代价 你拒绝婚前性行为 然后婚后很快就没有性生活了 你这辈子就只有 那三年到七年的性生活可言 你就知道代价 第二个是说 就算不管以后了 你拒绝婚前性行为 我们有荷尔蒙 对不对 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 又婷也蛮关心我荷尔蒙 刚才你也提到说 男人荷尔蒙 节目的时候都喷荷尔蒙 那你怎么应付身体的需要 英文叫大自然的呼唤 你的身体会呼唤你 有没有学校比方说支持你 有没有把工具提供给你 以防你那个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那可以 但是我们的道德系统当中 有一件事叫克制的美德 当然大自然呼唤 整天都呼唤了 对吧 但是咱不能想太勤快了 就是你对于你的有些呼唤 是不是要抑制呢 对于女同学来说 是不是挺容易又挺 对女生来说 我相信是比较容易的吧 对吧 毕竟那个 我想这个造物主的一个造 造了女人男人的一个生理构造的不同 我觉得的确女生可以 比较容易自制 因为她比较是被 可以是被动的一方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女生这样讲是可以 而且这样的倡议 我只能把它解释说 你是对自己的一个尊重 比如说你不随便的 就是就跟一个人住在一起了 你不随便的觉得她就只是一个 就是毕竟你跟一个男生同居不是找一个室友 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随便 就是说我今天大一我跟A 大二我跟B 就是不要这么随便 我觉得只是说对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尊重的意识抬头 这个我绝对肯定 但是我绝对不觉得说你婚前没有信心 不是说我倡议啊 但是我说就像为什么用结婚来分啊 是 就你难道结婚之后你你堕胎 你对身体就不伤了吗 或者说你有了孩子了以后 难道你的人生就就比较比较顺遂了吗 当然这个有证据表明啊 有人也就是说有证据表明 就是说真的说坚持 在美国也有坚持这个的 据他们坚持这那帮人讲啊 就是说婚后才开始吧 好像挺好 就是说夫妻啊 这个感情啊什么挺稳定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多元的社会 有这帮人 那婚前乱来的也有好的 说实在话 对吧 我也听过一些 不是听过啊 讲说看过 看过一些材料说 有些女生啊 到比较年纪大了 才开始有性生活的时候 开始有性生活之后 她就痛哭 突然对她男朋友痛哭 问她哭什么 她说哎呀 人家的男朋友 那我错过了那么美好的东西 这么多年 那么那种难过的感觉 那我为什么不早一点 享受这种 这种快乐快感 你称呼快乐也行 快感也行 所以这是第一个 女生很新婚 你知道18岁前不准有性行为 因为这个是违法 然后你现在还有大学 不可以 你就是一直往后推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发生 她会 那谁到 难道你就是 等到你到 当天新婚之夜 见真小的时候 你这是 你这需要学习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 这个东西需要学习 但是你不但没有书本的教导 你也没有实战的经验 你没有实习 没有书本 然后你在这个婚姻当天就要见真小 而也有调查显示 你当你的性生活不满的时候 你的婚姻也不见得是保证性 没错 这是特别关键的 而且我的老师李银河博士 也说了 没有教你每天想这件事情 那他重不重要 他重要 他说呀 婚前 这个 这个不发生这个性行为啊 在古代是较为容易的 因为古代的女的早婚 往往十四五岁 往往在古罗马的时候啊 12岁女孩就嫁人 所以你说婚前守真是容易的 他但是现在动不动就20多岁 向又婷 可能70多岁也不结婚 对吧 那么你说婚前这个守真 你看他就是说 在实际的现实层面上 你得考虑他的可能性 可行性 对 有多大 所以我说我准备去监督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最近有个挺有意思的事 我就研究这个村规民约 你知道村规民约是什么吗 因为现在有些人发现呢 就说中国的这个有些村 他现在也是民主啊 村民代表大会 大家就可以通过一个村规民约 可是这个村规民约呢 有的时候跟那个通行的法律啊 不见得符合 比方说 我看他们一个报道 有个叫村叫磐石村 这磐石村的村长 你一听啊就很风俗 叫李大教 李大教村长就接受 谁说这是我们全村投票 定的村规民约 通贷 是吧 罚款 通贷罚款 1400块钱 说这个我们以前我们的 你看村规民约本身啊 是他以前的一种风俗 他这个风俗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现在是改罚款了 以前我们村通奸也是罚 但是罚的是什么呢 罚通奸的人呢 拿出76斤肉 36斤酒 全村的人喝一顿 我觉得他一下把这个古老的习俗啊 搞得黯然失色 你想想 过去就说他这个村通奸呢 是全村人的 76斤肉 36斤酒 狂欢一场啊 对吧 只不过说罚你 你拿出来 现在改成这么很枯燥的 罚一千多块钱 你知道吧 他们说还有一个地方 重庆大祖某个村 村规民约 你知道能把幼婷气死 不是处女不分地 那谁检查 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谁检查 就只是说把所有村里男人叫他 你有没有睡过 你有没有睡过 医生可以检查 这个可以检查 到医院检查 不是处女不分地 这个你看你看 他如此的 就是说历史上的真操官呢 其实往往是跟生产生活方式 跟财产的归属 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女同学们一定要分清楚 不要上了男人的当 很多种真操官呢 是出于男性中心主义 男人把女人当成私有财产 讲究处女膜 讲究身体的干净 不能让别的男人碰 那一套我们应该抛开 对 你说到上当 还可能不仅是上男人的当 可能另外有一群女人很高兴 也鼓励你们守真 为什么 你们越多女人守真啊 对他来说竞争的对象越小 对不对 比较没有那么多女人 一起去抢男人嘛 对不对 有些要退了 因为有些男人就不喜欢守真旅 所以就剩下机会比较多 研究市场的 从市场的学的角度来看 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真啊 你怎么理解又廷 我觉得其实老实说 就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里 该怎么理解 要不是你今天谈这个题目 你说对一件事 我从来没想这件事情 没有真操官 对不起又廷 我要收回我追求你的 没有真操官 因为你对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太怎么讲 很沉重 我只能说我从小被教导 就是你要对你的身体尊重 而你今天当你决定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这件事情一定是要 你请我愿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是开心 谁让你被强奸呢 有很多女生半退半就的 他觉得说我 甚至到现在我还有朋友 或许你都觉得 已经快三十岁的女人了 他还都觉得 我一定要每天 跟我男朋友回家 然后他一定要跟我住在一起 为什么 这是绑住他的方法 他才不会出去玩 我才不知道他明天睡谁 我说天哪 你到现在还有人用身体 可以绑住一个男人的方法 说这是一个办法 说他把性已经无限扩大 但我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一你要 一定要你请我愿的情况 在这当下 你一定要满满被爱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不会不舒服 你要快乐的情况之下 你才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定要想很久的 还有要戴套 对啊 就还有保护自己的情况之下 所以假如从又婷的观念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 什么叫真 不是忠于对方 是忠于积极 你忠于积极的身体 你觉得你请我愿意保护积极 觉得快乐 愿意 就这样来进行你愿意 他这是好像是比较先进的 学者们就讲了 女同学们本意是好的 但是在今天的时代 最重要的是 真是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不要伤害你自己的身和心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搞到堕胎 这种情况呢 对吗 什么女同学们和现在都还说什么 不要相信无痛人流 你根本就不应该发展哪一步 对吧 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女性 而且我觉得伤身都已经算是海科 已经 因为现在医学发达 或许还不会让 像过去一样 让你的身体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上面 可能会带出更多 对爱情的一些 或者是对感情的一些偏激的想法 我觉得这才是更惨的一种伤害 所以这个 我们也跟观众朋友 我们送去一诗叫 何以报之音 永存兼于真 这是一个真实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